Hello,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行之 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郭文贵 一般的台湾听众可能对这个名字不太熟 不过如果你有在用推特看新闻的话呢 你或许就有听过这个叫做郭文贵的反共大将军 郭文贵原本是一个中国富商 后来因为一直爆料中共高官的黑幕 还号称有在三年内推翻北京政权 让不少中国的名誉人士都对他寄予厚望 他还因此有很多的粉丝追随 但是没有想到在今年的三月中 郭文贵还没有被中共抓走 反而就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 根据FBI的说法 郭文贵涉嫌用投资跟加密货币的名义 诈骗粉丝300多一台币 并把这些赃款都拿去买豪宅买名车 诶,郭文贵到底是反共战士还是诈欺骗子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郭文贵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你家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市面上面童书琳琅满目 到底该怎么挑选呢? 《芒狗狗》绘本 打造了一系列有趣的故事 引导孩子认识情绪 面对人际关系 还有家长最在意的吃蔬菜 刷牙等生活好习惯 另外,《芒狗狗在哪里》游戏本 更是深受家长还有孩子好评 让孩子边玩边认识台湾场景 同时又能够练习专注力 《芒狗狗》绘本 少了刻板印象的故事 多了在地的梅干 为孩子打造全方位的主题 不仅两季募资都破百万 也在成品金食堂上架贩售 目前已经卖出了超过2万本 现在《芒狗狗》官网 16本大拳套绘本 两副学习卡牌只要6折 结账输入Podcast77再打9折 折扣完现省3330元 还送着色化哦! 先立刻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去看看吧! 好的,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 郭文贵又叫做郭浩云 他在1970年出生于 中国山东省的农人家庭 家中排名第七 所以大家也会叫他七哥 根据郭文贵自己的说法 他在初中的时候就辍学开始经商 而在他19岁那年 遇到了1989六四运动 他当时非常受到感动 为了支持学运 还卖掉了自己的摩托车 捐款赞助学运 但也因为这个样子 他被警察用煽动反革命罪逮捕 过程当中还亲眼目睹弟弟 被警察开枪射死 让他在心中立下了反共的种子 后来郭文贵坐了22个月的牢 出狱之后他回归老本行 继续做生意 当时他跟朋友合资 盖了当时郑州的第一高楼 打响的名号 后来2008年北京奥运 他又在鸟巢跟水立方旁边 盖了一座炫炮的盘古大关 这栋盘古大关有着特殊的龙头造型 跟空中四合院 结合饭店、公寓、商办等的功能 在当时一炮而红 声名大噪 让郭文贵的事业越做越大 而到了2014年 郭文贵家族在中国的 胡润百富榜上面排名第74 资产高达了155亿人民币 就和台币大概是684亿 如果故事就这样稳稳地发展下去 郭文贵的人生 大概就是一个农村小子 翻身变成土豪的励志故事 但没有想到2015年的一则新闻 却为他的生活带来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2015年的3月 北京的财新周刊 用了上万字的篇幅 刊登一篇郭文贵的特别报道 这篇报道指控说 郭文贵之所以会有这么惊人的慈惨 全部都是靠着欺骗商业伙伴 跟勾结中共官员 利用特殊关系骗来的 而且报道还直接指明说 被郭文贵收买的贪腐官员 就是中国情报机关 安全部的副部长马健 在报道出刊的时候 马健已经开始被政府调查 但是郭文贵是因为提早听到风声 早在半年前就已经逃亡海外 这则报道一出 瞬间引发了中国舆论的热议 很多民众都开始质疑说 郭文贵只有初中的学历 家里要背景没有背景 要钱没钱 却能够在短短的20年内 变成中国前百大的富翁 怎么想都有鬼 所以很多中国人都觉得 这个报道的政治性非常高 对于郭文贵的恶行也非常不爽 不过这个时候 人在美国的郭文贵 却斩钉截铁地表示 我被陷害了 2017年 郭文贵上广播节目 《美国之音》曾经说 他和正在被调查的 那个官员马健 都是被陷害的受害者 真正的幕后黑手 是当时中国共产党 党内的第二把交椅 王岐山 王岐山一度是习近平的亲信 在中国主管的反贪腐行动 整顿过很多中共的高层官员 但是郭文贵却爆料 王岐山自己的家族 也在掏空国库 在海外有高达台币89兆的聚额资产 而且他还踢爆 王岐山身为中共高层 自己的老婆却是美国籍 还偷偷地养私生子 私生活很有问题 郭文贵表示 自己是因为掌握了 很多王岐山的黑历史 所以才被报复陷害 那话说到这里 郭文贵的爆料已经够劲爆了 但是他竟然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继续加码说 而我之所以会去调查王岐山 其实是被习近平逼的 他表示自己的家人 被中共关了起来 有个高官告知他说 想要家人平安无事的话 那就要帮习近平调查 王岐山的黑历史 郭文贵说 还为了要救家人 冒着生命危险 好不容易查出了 王岐山的违法事迹 可是中共高官却没有履行承诺 不仅没有释放他的家人 还持续的查封他在中国的资产 气不过的他 现在决定要把这些内幕 通通都抖出来 这个郭文贵在直播上面 丢出的震撼弹资讯量过高 收听的观众 可以说是全部傻眼至极 但是大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美国之音的直播却突然中断 原本说好三小时的访谈 最后直播了80分钟 事件过后 美国之音解释说 是因为他们无法查核爆料内容 所以依据新闻原则中断直播 但坊间还是有很多人流传 背后可能有其他势力的介入 与此同时 各种针对郭文贵的负面新闻 也不断出现 至于郭文贵是个骗子 爆料完全不可信 像是中共官媒 就批评郭文贵的爆料 完全是凭空捏造 网路上面也开始有人传说 郭文贵是个说谎惯犯 还有贿赂、诈骗、洗钱 等等的犯罪嫌疑 像是郭文贵就曾经说过 自己因为支持六四运动 被警察逮捕 但是有个匿名的推特账号 却引用了法院的资料揭露 因为卷入了诈骗案才被捕的 而至于他的弟弟 则是因为跟他一起攻击警察 最后才会被杀 而郭文贵的前助理 也到美国法院提出控告 使控郭文贵没收他的护照 监控他的生活 甚至还性侵他 但这些种种对于 郭文贵不利的消息当中 最近爆的是中共高官 马健的认罪影片 也没有错 就是那个原来跟 郭文贵关系不错的马健 马健在影片里面认罪说 自己收了郭文贵 超过六千万人民币的贿赂 帮他解决在商场上面的阻碍 而这番发言 等于是间接否认了 郭文贵说自己和马健 都被王岐山陷害的说法 面对四面八方涌来的质疑 郭文贵也不甘示弱 说这些都是中共对他的抹黑 作为抵抗 他要继续加码爆料 中共高官的黑历史 进行他所谓的爆料革命 为了反击造假的争议 郭文贵曾经拿出一段 据说是他跟 中共安全部官员的电话录音 电话里面官员说 只要郭文贵停止爆料 中共就会释放他的家人 让他的妻子跟女儿去美国找他 而后来郭文贵也发推特表示 原本被中国政府限制出境的妻女 已经到了美国与他团聚 纽约时报还因此 把郭文贵叫做 逼迫中国做出让步的流亡者 而另外也有些支持者指出 后来王岐山 果然慢慢从中共的权力核心 被边缘化 表示郭文贵的爆料 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不过郭文贵并没有就此发售 他持续利用推特 YouTube等社群媒体爆料 对中共投出一颗又一颗的震撼弹 透过这些爆料 郭文贵也因此收获了 非常大量的支持者 甚至跟川普时代的 美国政治人物们 关系也非常密切 像是在2017年底 他跟川普的亲信 前白宫顾问班农 一起成立了媒体公司 G Media 到了2020年 他们又找来了 中国知名的足球员郝海东 宣布要创立新中国联邦 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中共 同年9月 他们甚至还推出了灭共单曲 推翻共产党 成为了美国iTunes的下载冠军 不过虽然他这个反共大将军 名号越来越赏亮 但他的争议却没有因此变得比较少 像是他有不少爆料 后来都被证实是捏造的 他旗下的媒体公司 也被质疑是散布美国大选 跟新冠疫苗假消息的大本营 甚至有曾经支持他的中国名人士 发文警告其他的同志说 郭文贵只是想要靠着反共捞好处 并不是真的要消灭共产党 大家别被他给利用了 不过说回来 这连串峰回路转的复杂剧情 应该还是比不上今年这则 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新闻 那就是以反共著称的郭文贵 竟然被美国FBI抓走了 今年的3月15号 郭文贵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 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指出 郭文贵涉嫌12项欺诈罪以及洗钱罪 其中像是在2018年 他叫粉丝跟支持者投资他的虚拟货币 媒体公司跟其他的计划 郭文贵宣称说 参与这些计划不只可以赚钱 还可以用来支持反共大业 但实际上 他却把这些钱中保私囊 买了一栋超过1400平的豪宅 好几台上亿台币的跑车跟游艇等等 乍七的金额高达了300多亿台币 不过郭文贵在法庭传讯时 全盘否认这些指控 目前案件仍在审理当中 那在郭文贵被捕之后 很多长期对他不满的人 都表示大快人心 但还是有不少的支持者认为 这其实是一场跨国的政治迫害 担心美国司法部 可能已经被中共渗透 因此这些人 也正在积极地发起抗议 要求美国司法部释放郭文贵 节目的最后 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 老实说 这次在看郭文贵资料的时候 撇开真一步说 我们觉得这个人真的是蛮神奇的 他从一个普通的年轻人 到后来变成中国百大富豪 而且不只是有钱 还就在中美两边都惩吃得开 所以难怪他一出来登高一呼 就有那么多人愿意去支持他 不过让人疑惑的是 大家一开始不知道就算了 为什么到了后来 郭文贵的争议越来越多 甚至到现在 被美国提供了诈欺几百亿 但却还是有那么多人 愿意相信他呢 我们觉得这有部分 可能是因为 这些支持者 有很多都是超级讨厌中共的人 但又一直拿中共没有办法 可是在郭文贵身上 大家好像终于看到了一个 改变中国的机会 以至于这些人愿意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忽视郭文贵的各种争议 但是就算这个意图是好的 我们觉得 这种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的心态 很容易会模糊 我们对于现实的判断能力 因为再美好的理念 都有可能被利用 被滥用 不只是自己 被当成是韭菜收割 对于真正想要达成的目标 可能也是一种伤害 当然啦 以上呢 我们的观点 是建立在美国 司法院指控属实的情况上 目前还没有100%的确定 至于后续如何 就让我们一起继续看下去吧 好的 那我们今天 关于郭文贵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可以按下最终的订阅 如果是对于这集郭文贵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 在Apple Podcast上的下 微信留言哦 那今天的节目 就这样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掰比